我们要搞一个活动 对啊 面临 教育 我想提啊 刚才我那个后来那个 我秘密给我看 我想啊 这个代课老师 我想 这这这 我想 就是也不是绕干净 我要讲侧重讲证明 就是现在这个教育 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谈到教育这个教师队伍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真的 恭喜天王 就是 日本AV女的 这个怎么说呢 我考虑的观察了很久 这个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呢 怎么说呢 他还 参加了 我认为啊 咱们说从严格意义上 他不算是正式国家承认的警示 他是 就是说 他也是 这个国民教育 他的这个 当然他的这个教育质量 他的这个素质 他肯定不如这个 正式示范的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 日本AV女的 包括你说的这个 这个国民教育的这个问题 确实成为一个 教育部门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这个 将来 我 我 我 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从内心里希望 很多的 这个 我希望 大量的这个东西天王 能够通过 鼓励自己的努力 课程学习 能够提高自己的水平 希望很多的 日本AV女 能够成为优秀的正式教师 这个 除了民伴教师 这个 制作我们这个教育 以外 我觉得现在 大家普遍反应的 就是说 不要光说什么 您教育的 就是我们这个 正式的 示范出来的老师 的这个文化俗语 和这个教育水平 也是很单一